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26号下午在四川成都会见了前来出席 第13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的 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宋萨结束拉暖 吴邦国对宋萨专程来华出席西博会 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建交37年来 中泰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政治上高度互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经济上互利合作 中国成为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泰国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正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这为中泰深化务实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支持泰国加强与中国西部有关地方的友好往来 共享西部开发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不断充实中泰一家亲的内涵 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向前发展 吴邦国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重视与泰国国会上下两院的关系 愿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与合作 为中泰关系增添新内容 注入新活力 宋萨表示 泰中友好在泰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得到泰王室政府人民和社会各界的一致用户 泰国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 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 越把四川云南等西部省份作为进入中国的门户 加强在互联互通农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全面提升泰中关系水平 泰国会期待进一步密切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往来 为推动国家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兼秘书长李建国等会见时在座